好,那我们今天就是要继续来学的是多因子变异数分析,但是以这本电子书,它介绍的这个范例其实只有两个因子的变异数,两个因子,而且是独立样本的变异数分析。 所以说是比较简单的版本,应该说是两个因子以上的变异数分析中最简单的变异数分析方法,还有一个它后面有讲到的供变数分析,其实也是个二因子的变异数分析。 好,那我们这次所学习的范例,我也还是用这本书它所使用的范例,只是我在这里也会带大家改,先用那个线性模型的观点, 来去了解怎么样做变异数分析,还有变异数分析的一些重要的一些原理,跟要注意的适用条件。 那在继续在我们看这次的作业范例之前,我先来介绍一下,它在用作这个所谓的两个因子独立样本变异数分析,是什么样的资料。 其实它用的资料呢,依然是跟上一个单元,单因子独立样本变异数分析是同一个资料。 其实你们有做过上次的作业应该知道,它的那个资料,就是那个忧郁症药物的疗效,那个资料除了这个药物这个变相之外, 它还有一个变相,在单因子的时候,我们还没有去探讨过,就是所谓,就是它这边所安排,就是说,这些服用药物的个案, 有没有正在接受心理治疗,跟没有接受心理治疗。 它这里接受治疗就是有,还有就是有一半,就是刚刚我说是各自,它是特意的,就是各自都有服用三种药物,其中一种的一半的个案呢,在接受认知行为治疗, 就是CBT,其他一半是没有的,那它用这个来作为一个示范,就继续用这个例,用这个范例来做 两个因子独立样本的变异术分析,好,那这个变异术分析呢,我同样,所以你们可以看到题目的,作业题目的设计,几乎跟前一次一模一样, 就问的内部,问的方,每个问题的方向啊,跟要,跟要你们去认识,去学习的,都是,呃,都是先从线性模型开始,好,那因为这个线性模型呢,已经有范例在里面了,好,所以你们可以只要,只要,可以其实就是,呃,比那个独立样本,好,那我们请注意哦, 我这里是说,有说无纳入交互作用,所以它其实就跟,它只是就是比前面那个独立样,呃,单因子独立样本,呃,多了一个siropy,多了一个治疗的变像,好,那我是想要借这个机会,好,再稍微修正,呃,更正一下,上次我有介绍错误的地方,上一次的,呃,那个单因子独立样本,呃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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呃,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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呃 记一下,只要是变异数分析其实是不大需要说你还要再去造一个虚拟变相,然后再放进这个供变相,其实只要放原来的这个主要的因子或独变相就可以。 然后请注意这里是,这里这个是没有交互准,这个是最好理解的,OK,这第一题我在讲应该大家都知道有上市单因子的经验,这个不难,这并不难去答,对不对,只比上市单因子独立样本变数分析的线性模式多一个而已。 那比较有意思的是第二题,就是也是我也是透过这个线性模型的方便,我们不用去像是古典的手算的学习法那样,还要去知道说,这个anova table上的什么sum square跟自由度,min square,f等等是怎么样一步一步算的。 因为线性模型,我们直接就可以知道这个r square,它就是这个,属于这个模型有构成的sum square的组成。 好,再顺便再复一下,这个通常这种报表它一定不会去印出total的sum square,所以我们要自己把它给加总起来。 不过有这个加总起来是帮助我们更能够去认识这个sum square的构成,这几个。 好,然后你们可以注意,如果可以的话,不好意思,那个我录影可能会有几分钟没有看到,不过还好,前面一些,就前面讲模型的部分我没有切到这里来,这可能要,不过这还好,因为前面的模型只有这样子。 好,然后那个r square这边呢,还记得我们不是前面,那个r平方的时候,是要去算的是那个,是那个total,就是说整个的total理念。 我先写一下,就是说全部的total,那这里的total就是,现在你们看到anoma table的那个drug、serum跟recidule的组合,对不对? 好,那同样分子,它就是那个,那个total,加serum,这个符号你们可以不用打。 你们现在应该要算一下,按一下计算机,把这三个加总起来后,然后去算那个sum,就是drug跟serum的部分,是不是占了total的0.809。 就像这样,我写过头,我写过头。 这样子,我们现在应该按一下计算机,看看这个total的,这两个因子的sum square,占total的sum square是不是0.809。 对不对?对啊,那这个是跟那个单因子的状况是一样的,所以我们可以知道它的构成,其实就是来自于这个线性回归模式。 那它应该是符合那个所谓的行三的这个状况。 这行三的状况我们上次也做一些补充。 好。